欢迎收看人人都是孤独旅行家 我是天剑先生刘嘉林 我在加拿大拍摄 我得感谢那个 我得几千的观众 写那转发了三个字的这个观众 我一直得感谢这样的观众 因为这种观众是最 最忠实的观众 没话说都得能帮我转一个 然后能找我挣两包钱 积少成多 对吧 积少成多 像我们这种破口秀 节目 就是积少成多 因为我算了算 现在一个月能挣个 好几千块钱的 这样的话 算了算一个月能挣 小几千块钱加币 够我子弹的钱的 我马上就可以给大家拍大枪了 我们就可以去射射射 然后这样的话 尤其就是这种情况 我觉得形成一种良性循环 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以后 大家可以看到更多更好的一些内容 大家可以点啊 对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去点歌 点歌 想看一些什么样的内容 大家可以说 但是别老点那些乐队的 什么你能评价于什么什么乐队 没法干这事 真没法干 我就能评价我评价那些乐队 我再多说别的我就要叫外行 说了也没意思 听了也没劲 乐队这事真是就是 因为这事我特珍重特爱 你别别 其实哪事我都特珍重特爱 就你别让我胡说八道 你说一个 就那乐队都我都从来没听说过 就脑子里没有这个任何认知 你知道吗 所以就没法弄 然后乐队的节目 我马上也会开 我会慢慢的开始讲一些 我喜欢的老乐队 大家可以去听一听 就这些老乐队 就是我觉得算是根源要关系 就original rock 就影响到别人的 对对对 就是你干嘛老听这些 学学这个学学那个学学那个的乐队 你不如听一些 包括OAS的他们不也是学习的 你看我都不爱听这些就对 我更喜欢听根源要关系 说白就是你不喜欢复刻 你就喜欢那个元年 我也是懂 玩救货 玩一切 古董 对吧 玩一复刻你不值钱啊 对吧 怎么着得玩一个 玩一茶壶 大名字 是吧 orizional 也写着呢 orizional 落款是orizional 对对对 那你还成 大糖的 orizional 进贡的那种 是吧 就是最重要的就是orizional 我们这一集主要给大家讲一什么事呢 元旦 元旦作为一个年轻人 尤其我们就以男性观众 因为我是男性嘛 然后这时候我媳妇可以跟着一块讨论一下女性的想法 我觉得元旦呢说实话比那个情人节还适合收果啊 为什么呀 元旦就是一收果日你自己想想你自己什么时候被我收的 鬼节 鬼节完了以后 最疯狂的还不是元旦 然后就结婚了 还真是 是不是 元旦 是不是 我跟你说元旦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收果 一个节日 就是我自己啊 认为女性在那个时刻都会 就有仪式感嘛 你想干点有仪式感的事 因为啪啪基本上就是一听有仪式感的一件事 尤其是真爱我讲的不是他妈的那个玩耐散的 虾必混啊 就是你想娶这姑娘 最好就是元旦给她收了 然后第二天你跟她说 好咱们就是第二天说的吧 好像还真是 就基本上第二天你就能跟她说你给她给娶了 基本上就答应你了 因为这样他这个过程他那个 周而复始的一个劲头子 有仪式感你知道吧 所以这是一特好的一个机会元旦 是你真是结婚啊 你别说他们那个 就戏个果 那什么时候都行 你说你真想娶一姑娘 然后你把她娶到手 就元旦的时候你设计一场 我这一集教大家怎么设计 咱们以北京为主 首先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你在这元旦的时候吧 你得给人准备一个能拿下人的礼物 就是如果你要西北方姑娘 大部分我觉得光钱没什么太大用 你得投机所好 所以说咱们不再说这个礼物具体是什么了 得出点邪招 比如说我那时候送姑娘花的时候 我还没送我媳妇花的 我就送过一个姑娘花 然后我那时候我从来都没送过那姑娘正眼花 那你都送什么 什么麦子 什么项色葵 什么野花什么 就全怪的 就跟别人不一样 就别人弄那从来没给人过玫瑰 这辈子没送过 99朵玫瑰 太逼了那确定啊 你还不送上99朵线回来那多出书啊 送那大的 能客瓜嘴的最牛逼的 我当时就想 卧槽这会儿我送人一个 一大捧 全是那大的 就是比那多棒啊那个 你给送人钱财 就别人那都是 那么点 你别那么大 就感觉是一巨人魔来了一个 就是你知道就是 尤其现在女孩我不知道是不是 你自己想你喜欢不喜欢这样啊 嗯 就是你和别人不一样吗 都是送花 就你乐了 我没需要你觉得这花好看 你我需要你乐了 对 我需要你看这花乐了就 下午还能喝点茶客起来 然后还能掰一个给同事 你尝尝这 不不 烟瓜子 当时我一直想 出这效果 但是不太好买 我就减大的买呗 上那个花室上 大头子 想着回 越打越好 反正弄一大堆 看着起码高兴啊这个 对吧 就是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就是你别来 因为现在好多都是那什么 那不管用我认为那个 那你弄出来那媳妇也不太好 我觉得就实打实的 我给我媳妇她答应我 就是我给她做了那巨好吃的饭 对吧 你天天都给我做最好吃的饭 反正那天晚上我是求婚那第二天早上的 那头天晚上我是做了一顿巨好吃的饭 就给她吃傻了 就在家里做 做还做中西合璧Fusion那种 还各种 直接吃傻 然后那个 就搞定了我又那么真诚 然后婚后就胖二斤 然后对对对对对直接给喂成一胖子了 不是他们后悔 我操 结婚那时候还挺好看的 然后从结完婚以后就再也没出现过那样 小受妖再也没有了 所以我跟你说真的就是你老老实说 你要真的想娶一媳妇的时候你就踏实的 你送那礼物是一时尚的东西 你让她知道那个东西 你哪怕送一个就这未来咱俩一块有 真的真的真的 你哪真的吗 哪怕你送一这东西这东西以后咱俩能一块过日子使 都是牛逼的东西 也比那送一虚头把脑弄一包什么的 那都是细果用的 老老实说买点A货就完了 那咱俩就细果用的 那不是娶媳妇用的 咱们这一集讲的是娶媳妇元旦 所以说最重要的是你要先选一实实在在的礼物 这礼物一定要有我说的那出其不意的惊喜 真的真的你们去琢磨我们 有没有真能找那个 向上回 瓜子这个真的啊 大个能刻的那种 怕给人来一个什么 90朵 背不动的 快递背不动的 我原来30朵差不多 大大 包好送给他 不过他们时尚 这孩子得去吧 不是什么这孩子得加吧 能过家刻瓜子去 所以说其实真的 我觉得这是第一点就是送东西 第二点就是吃饭 如果是一个北京 我觉得还是拿北京为例 就是北京孩子你要在北京请一姑娘吃饭 说心里话 我觉得 吃的 吃的口味比吃的形式更重要 就你要请一上海股 你知道吗 你找一个 就都是那个仪式的穿西服 什么既灵节 放爵士乐 有跳舞 辣小提琴 有烛光 他们吃那套 他觉得太牛逼了 老客亲 就牛逼老拍 老客亲 然后那 但是北京姑娘你要想洗澡手 老老师带他吃一个足食 就他爱吃什么来的足食 找死了菜 就是吃的时候你就跟他说 别记着了 开始吧 你不用跟我说话 这基本上把这事干了 就这顿饭吃了 就你千万别请那个什么 什么那酒店什么的 我跟你说 我试过酒店请姑娘那种 什么效果 那请完了以后 那就是 那就是那么黑羞泳的 真的 就万代斯坦那种 就尝不了 你自己不都看见了什么效果吗 尝不了 尝不了 就是大饭店吃饭那种 我觉得最重要的饭 就是让姑娘吃傻了 就是这是最重要的 你不觉得吗 就是你给他吃福了 那就吃家里的饭 对 或者你让你妈 你妈给他做顿饭 在家里吃顿饭 也管用 好吃的 他们都老头老太喜欢这姑娘 热闹闹的 这是北京姑娘喜欢的 就北方姑娘 基本上都喜欢这一套 或者你带他去吃顿什么 反正就是得横式 就是实大实力上 他整个味蕾 从前到后 得到满足 还有他这个味 全得到满足 这一套 不是视觉的 不是视觉的 是就是这一套食欲上的 得到满足 基本上这就十大六吻了 吃完了出去 我就用不着看电影 像北方姑娘 虾皮溜了回家 进入主题 回家看电影去 真的真的真的 我觉得我把金黄花都已经告的了 就三步 真的就三步 不用太多了 就三步 准备个礼物 吃了饭 回家看电影 喝点金黄啤酒 多喝点 第二天早上起来 你把那个 大家借着你拿出来 全OK 这元旦就算过去了 我跟你说 这绝对猪五块钱了 给我血液转发了